Hello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CFRU FM93.35 HKSRA中文電台 我們的電話號碼 就是5198-372-378 歡迎大家 打電話上來和我們聊天 還有我們的 chat room Growthhk.chatanko.com 那就可以我們 不是chatanko的嗎 不是 那就可以跟我們文字對話 即時的 那你們是甚麼 我是Brian 我是Horlick 我是Saki Jolie 我們沒甚麼Club News好說 不如先說一下天氣吧 我們Growth的天氣暫時是5度 最高氣溫8度 最低2度 未來這幾天都可冷的 星期五有雨雪 雨雪 星期五落到-1度 星期六更加有落雪 落到-5度 星期六-5 最低-5 最高-3度 哇 星期六-5度 星期六-5度 很冷 未換雪胎的朋友 千萬不要換 YOLO 不是要QR2嗎 享受這一下親親大自然的感覺 天氣講完了 總之越來越冷 大家穿多見口 不如在講香港新聞之前 講一下多倫多的新聞 剛剛大選完 讓我更新一下 市長本來是福特市長 正在做的 現在出了結果 未來四年的市長 會是John Tory做的 他以這個394,775張票 以40.2%的百分比 贏出了這次選舉 第二就是 現任市長的哥哥德福特 33% 還有唐人的代表 Olivia Child 周志偉 就23% 就是這樣了 沒什麼特別 什麼時候開始上任 不知道 不清楚 不想知道 但我本來以為是 周志偉贏的一開始 一開始是周志偉帶頭 特別是周志偉輸了 是嗎 最差就是 因為他臨選那時候 前一個星期 他post了那個commercial 就上去FreshRTV 就說 他被人罵 說他是什麼中國人 有人叫他go back to China 其實根本沒有 他根本就是在亂作 沒有的 因為唐人是第二多 在多倫多市中心 所以他想著偷多一些唐人選票 就是因為之前唐人 他根本 唐人根本在多倫多市中心那裡 是很少投票的 他就是希望想著拿那些票而贏 但反而被人推出 就說他好像毛澤東那樣 是嗎 是啊 毛澤東是怎樣 就好像他 好像 我也不知道 不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議員 就是支持者 說他叫他go back 但其實我記得他那個廣告都有 都有post到有些人的Twitter 那永遠都有 是不是做的 就像奧巴馬那樣 怎麽都會有一兩小馬三幾隻 他就是picky那些小馬三幾隻 但今年是歷史上投票率最高的一年 60%這個多倫多市民投票 本來一開始是John得利包圍的 是 接著周照是第一 接著是現在反過來 不是 一去到選舉之前 都是說John得利 跑來很多 因為他跟德福特簽了個 就是大家有些agreement 就是解決這個多倫多交通的問題 尤其是401 那你說到解決這個交通問題 是拜了很多人 就是正如如果我們開車401幾個 你真的實在很敏 所以我想這個都拿到很多選票 都是的 你去到4點至6點期間 你實施都知道 那同學你所說 唐人對這個加拿大投票 絕對是沒有那麽engage的 就是明顯地 當然啦 你唯一一個華人代表 你幾乎說真的 大部份的華人代表 就是華人選票 你要立了 但問題他們不engage 就是基本上 絕大部份投票的 都是不是中國人的 的事由John得利 都很大機會會贏 不過這個結果都不出奇 不過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出奇是只有福特有33% 你以為福特爆咪 我以為福特爆咪 因為他是沒有什麽政治經驗 因為他是代替他弟弟出展 他弟弟因為驗到有腫瘤 所以他頂了他弟弟出展 但他本身自己是沒有這麽政治經驗 不過我想本身現任市長 Rock Ford都有很多粉絲 尤其是他自己本區 Utopical 都有很多什麽的 那麽就 那麽不講那麽多 多倫多選舉的事了 那麽回來香港 那麽這一個 都是繼續講返這個雨傘運動 那麽講返中 一些update先 5個星期了 5個星期 差不多一個月 一個月鬆少少 大計星期就是5個星期 入第5個星期 那麽就開始有些很爆料 連建制派都開始反諒 是喔 自由黨前黨魁 其實是自由黨黨魁 Anyways 田北俊 田北俊說特首應該要考慮辭職 還有因為這個 就是他們本身整個黨 都是反佔中的 就是都會撐回梁振英 不是建制派就一定是反佔中 就是親共的 是啊 他們都叫做一個土共黨 那麽這一個田北俊 就是前一陣子呢 他update了Facebook的status 他就說他看完他的新聞 那些人就 他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他站在香港那一邊 就是他說他就是 在香港那裏長大 除了讀書以外 都沒有來開過香港的 就是只是去了外國讀書 然後就回來 因為他堅信香港是他家 所以他都希望他的子孫 都以香港為家 他沒有能力和沒有興趣 去參選下一屆的特首 他理性就告訴他 他說為了香港 他反對佔中 因為佔中帶來 有些經濟或者交通影響 但是他為了香港 他就會支持政改 香港的未來政改 所以他是希望政府 會有效繼續管治 就是想他更加有效地管治 對 但是因為就是這個status的關係 他可能就 他已經被人開除了 已經被這個全國政協常委會 這個陳詠祺透露 他就已經是 他投了票 如果沒有記錯 267票贊成 就好像兩票反對一票棄權 踢他走 踢他出政協 踢他出政協 就明顯地這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共產黨殺一警霸 總之你說政府壞話 你馬上被人踢出去 第二件事也證明了共產黨有幾少的 連一個小小的言論都容納不到 是的 第三件事就激發更多建制法出來講 如果你今天有看林大輝 林大輝是工商界那個 功能組別那個人 他都說 他都說梁振英是有問題 然後曾鈺成立法會主席 還有問題 提他 提他 你自己是不是政協 就這樣說 暗示你可能都有機會 糟糕 是的 之後他今天被人踢出去 他就說 他就跟記者說 可以隨心所欲地說話 以後 對 對的 好像梁望雄那樣 梁望雄那時候梁振英選特首 梁振英說給個位去做 他就 勃了命 幫梁振英做 做他的 做他的 就是 幫他選 助選 這樣 然後選了出來 好了 他就被人推棄了 之後他就在太陽時報那裏 爆了梁振英的壞事出來 黑幕材料 就是現在老年 找他 找劉夢雄 劉夢雄 現在變了 由這個 建制派 變了 變了不斷講政府壞事 不斷在那裏爆政府壞事 現在 是啊 其實都是貴打工人 挺好看的 誒根本 港政建制派 都是為利益 你猜真是金鋒政府 他們心裏面已經知道了 說話夠不答白的 民建聯 那個什麼 蔣麗雲呢 蔣麗雲 直接是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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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民建聯那些瘋狂語錄 真的是神經病 我等一下可以找一些瘋狂語錄給大家聽 我一時不記得 就是那些瘋狂語錄 就是那些什麼梁振祥啊 又是民建聯 說什麼 說什麼 雨傘很危險啊 因為黃飛鴻 因為黃飛鴻用雨傘打 24天 對啦 OK 之後去到立法會開會的時候 就是當 誰說話呢 誰 毛孟靜說話的時候 就是到毛孟靜發言的時候 就有 就是阿鍾樹根 朱根 朱根 他就 就是當毛孟靜準備發言的時候 就開始暫戀歌病了 就在那裏說那些傘阻礙她的視線啊 還有 就是 就是有位聽眾 就在我們的check room 寄了一張Drip出來 挺好笑的 寄了幾秒套出來 對 如果想看的話可以去我們的check room看 那我們先繼續 這個 朱根和毛孟靜 朱根和毛孟靜的問題 朱根就說 你那些傘呢 非常之阻礙她的視線 還有 還有說你這個 就是她帶了一些 她再黏著那些紙 還有說她帶了一些 含有攻擊性的東西進來 那她就 還有就在那裏問 就說 爲什麽她要大把車過來 明明跟開會不關事 那曾鈺成就開始生氣了 因為 黑臉 黑臉 就好像 就好像 老師 罵小孩 爸爸媽媽打兒子 那些 那樣的樣子 就是玩夠沒有 那樣子 就在那裏 斷開一句句 就跟她說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叫她不要說那些 不關事的 不應該說的 那因為 曾鈺成都說 你這些傘 沒有問題 還有毛孟靜也說 聽到曾樹根這樣說 是不是叫曾樹根 鍾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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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憤怒 她說很氣憤 就是說 這些黃姐 爲什麽就是 一樣不關事的 是跟議題無關的 因爲她這一個 因爲現在的period 這段時間是雨傘運動 那她的氣憤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看完那件事 你真的會覺得 爲什麽小學生 他就問老師他做錯事 他不對啊 就是小朋友一起打架 那樣 但是又不敢打 比小朋友還低 就是看到那群中年叔叔 你過界 但是就是把一個 維園阿伯的活動 搬去立法國 但是他們每年有收二十幾萬 他們買一幅畫 真是吹嗶嗶 何超瓶 何超瓶 五千萬頭文建倫的幅畫 喂大哥 大把人碰他們 鬼害怕沒有錢 文劍聯 之後 梁振英發表這個 萬四元論 下次如果 每個人都有權 去選特首的時候 那個政策會偏了去 這個 越入低於萬四元 樓下的人 就是發表窮人論 就是說如果你越入低於萬四元 是不應該有任何投票權的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表達不到大半數的市民 他說 他就這樣說 政策會傾斜去窮人 這個是有他的理論 其實那個主要點是說 他在歧視低收入的人 是 這個主要點 之後蔣麗雲 在這個城市論壇就說 其實我覺得 梁特首說的話 是很公平的 我覺得這個選舉很公平 我覺得這樣很公平 然後被那個主持人問 怎麼公平 他答不出 以惡以惡 其實呢 我覺得 要看 又重複講一次 那些經濟理論 講完都不想說什麼 那些 之後主持人 那個主持人 就跟他說 請問究竟是誰公平 然後他答不出 所以他 就是獎勵魂姐慈善的 對 就是可以找他的預錄出來看看 博健布 就是他為了 他根本就是笑話來的 是啊 那還有林鄭 那些 是個詩啊 那就 除了這宗新聞之外 就是 講一下這個佔中 裡面 就是在這個 那些和諧事情 就是和諧事情 那就是這個 因為有一個 開篷車的車主 開篷跑車的車主 就被人 就是 開放出來 就被一些 佔中的人士 就開始 在他部車上面寫東西啊 開始表達意見 那這部車呢 就是 就是 如果 某些男士都知道 就是一部 街跑的車 就是不少男士名根 就是可以叫他做老婆 那樣 那因為這個良心的車主 就是願意放這部車 在金鐘的佔領區 被人說的 那可能 因為有時候這樣聽到 可能你會覺得 有些人是會 很無功德心啊 又或者 玩東西啊 那樣寫一些粗口上去 那又怎知道 其實 是 然後怎知道 其實呢 在這部車裡面 全部都是寫於 愛啊 關懷啊 對香港是有 充滿希望 那些字句 譬如 譬如就是 我要真普選 堅持到底 香港有希望 等等 那樣 其實如果給我 我真的會寫粗口 嘩 你這樣 在這個時間嗎 可能 如果在這個時間 如果看到車 我真的會寫 支持真普選 踢走梁振英 我看香港 可能你本身 在一個隨機時間 放在車子 真的會 但可能 如果那一刻 全心準備寫粗口 可能你手震 寫不下手 我不會用筆 我會用一個一元錢 刮他出來 有汗 那不如拿血 如果阿蘇 看藍絲帶 那些fail的說話 即Facebook status 我建議大家 在這個藍絲帶 嘟嘟精華集 不能出街 六筆精華集 不是 我看過一段短片 我看過一段短片 有兩幫人對立 原來其實兩幫人 都是藍絲帶 你看看 就說藍絲帶 那些 那些 嘔到歐西 Facebook這個群組 叫做藍絲帶 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Dude 那個 六七精華集 沒有問題 尤其讀一個正常一點 藍絲帶六七精華集 這個很好笑 裡面會說所有藍絲帶 不知道不知道 不斷用來改圖 對不斷改圖 我要舉報 他以為是真 有信 那些 搞不得八 我記得好像說 你沒變成石天恩 石天恩在TVB 因為他說很無疑 專門被人強姦 專門被人強姦 被人強姦 被人強姦 然後殺了那些 我看過 就說有些藍絲帶的人 以為他被人強姦的劇照是真的 即是說他是一個學生妹 被人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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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無賴 然後幾秒鐘之後被人捕爆 笑言不語 之後現在 周庸 周庸他搞簽名運動 講的人說什麼 要犯佔中 之後那些人 有一個人 就做了一個 寫了一個program 每60秒就會 發出一個code 因為他可以網上簽名 就不斷每60秒就網上簽一簽名 然後簽不夠兩天 已經差不多一百萬人簽了 即是現在 黃絲帶就不斷在那邊玩 入了那些斯朗娜圖 馬拉丹娜那些簽到名 黃絲帶 李斯煙 我要真普選 他現在打算爆到 多個香港人後簽名 即是譬如說 簽我一個月有1000萬名 那些人不會相信 所以他現在就是打算迫爆 即是 喂大哥 你作數會不會作這麼大 根本他的system有問題 其實有10萬20萬都會合理的 因為可能會說交通問題 周庸說有80幾萬 信不信由來 那些街站那些 有人已經證明了 說他街站 甚至在斯朗娜圖那裡 街站都吸他 即是都吸 都當是approved 可能四分一 對 對 對 還有剛才那個車 那個車牌 挺有趣的 即是車主自訂的車牌 叫做真pousun 即是J-A-N J-A-N Janpousun J-A-N-P-O-S-U-E-N 普宣這樣 真的普宣 真的普宣 希望可以 真的普宣 這一個就是暫時 這個黃雨傘運動的 其中一宗新聞 另一宗就是說 因為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即是我想我們在座都知道 但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知不知 一個論壇 香港那麼出名的論壇 高登討論區 高登討論區 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 高登討論區 就是一個比較開放 比較自由的討論區 即是如果你找一個人 可能半天已經找到 你貼上一張照片 其他人已經找到 即是它開放式 和自由 即是它一個 都叫做一個 言論 非常之 即是自由度非常之高 的一個討論區 就因為 它 在這個高登 因為 就有人 就開始 即是 即是 鼓吹 即是它說的 就鼓吹 叫多些人快點去 一些佔領區 其中 即是類似這樣 就因為 就因為這樣 警方就開始 就在那裏找這些 post的發起人 就在那裏找到他們 之後就 將他們逮捕 就說 就以一個 有犯罪 或不誠實意圖 而取用電腦 或者 非法集會 這個罪名去 去拘捕他們 那跟著之後 美國時報 即是New York Times 就知道這件事之後 發表言論 ela就評論 即是他們說 這個香港 已經開始 受到這個 網路打擊 就是已經開始自由度越來越低 然後還有這個23條這個問題 網絡言論 就是另外一件覺得是比較國際性的事情 就是慢慢打起來 其實我個人認為 大陸就是希望我們香港人貴打貴 打完之後就容易搞定我們香港 這個根本就是共產黨的拿手會 它要你自己幫人耐空 如果這幫黃絲帶 如果這幫黃絲帶突然暴動起來 它有藉口出解放軍打你 但如果你現在每個都靜在那裡 只是坐在那裡 它沒有藉口打你 因為有很多國際政治言論在那裡 我現在還有看到一宗新聞 香港的大學很流行掛 外語真普選黃色的Banner 香港的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有一個 有邵逸夫 邵逸夫行政樓 是中大還是港大 我忘記了 Anyways 其中一間大學 那間大學就掛了一個 叫我要真普選的Banner 然後那些藍絲帶 就看到寫著邵逸夫行政樓 就掛了那些我要真普選的Banner 就以為是TVB 之後她就說 她說TVB 她說要杯葛TVB 因為那棟樓要邵逸夫行政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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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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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嗨 嗨 收錢打工不要緊 打得聰明一點 你批一下也批一下 理工大學也就是李嘉誠 你給一些機會去師奶 那些師奶其實是為了賺那五百元來買餐送 順便打斧頭 斷估開這些鋪圖不會有錢收吧 有些人根本是智商 變形金剛下來取景又說是黃絲帶在這裡搞暴動 大佬 然後隨便make up identity 我要起去底 對啦 那就 石天忍真可憐 TVB劇照而已 還有我記得有一個是因為之前是獅子山 對 掛上去 我要珍負著 然後他們P了謝天華那個 然後因為謝天華在那裡叫什麼 什麼追擊 不是 沒有看 沒有看 總之不知什麼追擊 我們沒有看 不知道是否在頭幾集 他單手撐 就是單手撐著石 然後趕電話 就是因為這樣 我看到有人說這一張是其中一個 是謝天華掛 不是說謝天華掛 是蒙了他的眼睛 是呀是呀那些 那些 就是塗了他的眼睛 是 就說這一個是其中一個黑社會 是 那他就有份掛 這個 我要珍普傳的Banner 真的嗎 就是那些人說要捉他 說要背角謝天華 是 就是一死以謝天華 笑 那就去到這個時間 那我們就先播一首歌 現在十點半 好啊 我就播這一首陳希怡的亡村 這麼恐怖 果然是Halloween 真的果然是Halloween 真的果然是Halloween 能消脫就止隻招 你去你 為何留在千千里 仍然觀念你 奈何他跟你一起 你勸我開心 天天開心 身裏外隨時光流 遙遙曼尾 你那個人已有愛人 我及是個老人 前陣頭將河裡 醉照方春世去 再變命沉 流逝回憶 回望完無色半遙遠 何半那鐘聲 卻又恨恨 想錯過半空的飛 要引誓我 想怕極樂 看你 想知最後跌落 人已別去 黃劍從已去飄過 回頭你再笑 埋藏眼淚那不安 你勸我開心 天天開心 心裏外隨時光流 遙遙曼尾 你那個人已有愛人 我卻是個老人 前陣頭將河裡 隨照方春世去 再變迫沉 流逝回憶 回望如無色半夜 提岸城裡 心仍有恨恨 可這身與發光 或是致願無形地 照在錯的確 過去我算是錯綜 偏偏陪已 門有幾多 多謝你關心 天天開心 心裏外隨時光流 遙遙曼你去 遠行也有 追問碰上幾個老人 前陣頭將何旅 隨照方春世去 再變迫沉 流逝回憶 回望如無色半夜 提岸城裡 心仍有恨恨 Hello 歡迎回到CFU93.3 FMHKSRA 中文電台 那身打上來 跟我們LiveChat可以 打這個 5198372378 5198372378 又或者跟我們LiveChat 是 www.gwalthk.chatango.com 歡迎回到我們第二節 我們剛剛講完少少 佔中 講少少多倫多的新聞 現在繼續講 新聞 不過是有趣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是上星期的新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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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室傳接男 就考慮這個提款拆 究竟是什麼 就說 冤家路宅 這個 港西省的 這個 其中一個市 的男子 家裡就被人爆竊 被偷到 四千元 和兩本傳接 然後發現 不易而非 第二天 這個 這個 傳接和四千元的 本身的擁有者 持有者 已經去了 這個銀行的報室 報室這個傳接 他沒有想到第二天 即是他在這個報室的時候 這個賊就已經在他旁邊了 這個目擊者 目擊這一件事 銀行職員 叫葉路 叫葉路 葉是一塊葉的葉 路是一塊路的路 一塊葉的葉 哪裡 葉是一塊葉的葉 路是西米路的路 是馬蹄路的路 是馬蹄路的路 這一天 早上銀行剛剛開門 就已經有一位 有一個客人來到這裡 去這個報室 就跟他說這個傳接不見了 那個人就說 他拿了身份證 就說是代辦 所以他就去這個服務台 就簽了一個 這一張 即是填寫 其中 期間 有一個年輕的男子 就拿了這個傳接過來 拿錢 一看之後 這本 這麼熟後面 這麼熟的 都像這次岸山 他看一看 這本傳接上面寫的東西 和這個身份證裡面的訊息 之後那個人就突然跟他說 喂 大家拿了身份證 因為這兩個人 即是很考慮 然後打一些圖 最終就落網 這個期間 這個男子 拿了本傳接 這個男子 曾經叫職員 給他一萬元 在這個過程 打了兩次密碼都不對 對 這個職員就在問他 究竟這個傳接是誰 那個男子 那個賊就說是他媽媽 但是這個男子 在打密碼的時候 就在檢查 在掀第二本傳接 又不見了兩本傳接 因為就在做上面一些記號 剛剛好 旁邊就有一個男人 就過來保室 發現了之後就追他 然後這個賊就跑了 去到最後就是落網了 成功抓到 但是其實我很想知道的問題就是 因為你搜尋這個單新聞 是有圖看到的 即是你兩個人在同一個櫃桌 是在做同一樣東西 其實是北市 其實不是一個人 一個職員 一個客人 一個乘客 一個乘客 我覺得你又不可以這樣看 還是你是不是因為 你不要說是因為大陸 很簡單 你中國大陸 你是有四條行車線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出了六條行車線 即是一條行車線 surf兩輛車 可能 那同一個道理 可以surf三個人 可以surf三個人 絕對不出奇 但我真的很幸運 站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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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分行那麼多的位置 一個分行那麼多的位置 一個那麼多間公司 還要站在旁邊 還有那麼適合那個時間 你可以看 即是如果大家想知道 看這張圖 你可以search 布室傳接藍 或者考慮提款 你隨便打一段都找到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整件事是被CCTV錄下的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是很搞笑的 這個職員就繼續 拿著傳接 可能在打字 還是怎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兩個男人 是站到很直的 很無奈地在對望 我想知道 他怎樣可以提到款 是提不到的 那他 那他 原本的想法是怎樣可以提到款 我也不知道 那可能他 我不知道你偷完別人的傳接 可以怎樣提款 傳接的話 就這樣去櫃台就可以了 是嗎 是 我試過 是嗎 你試過 明白 明白了 明白 下一單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是兩人對望很無奈 好像 整件事好像唐馬虎點秋香 那樣 周星馳和谷德超 兩個對望 我兩聲聲聲色 情不至今 不要這樣聚了一下 那就是 那本傳接基本上就是你的家產 其實你有傳接 你應該拿去 那本傳接你拿去的家產 是啊 不過你要拿 你要拿到身份證 填上方法 可能你說 可能照這個 那個賊所講 他是代領的 就是幫人拿錢 那可能 可能就這樣 很簡單的圓方 可以這樣 可能被人代領 可能被人代領 我經常覺得 在那個位置 是不應該用一個正常的角度去想 那也是 因為 因為事發的新聞 不是在 我們都住過的 就是那些地方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江西 你有沒有去過江西 江西美人 我去過江門 很多東西買的 香不香 香啊 晚上才來香 咦 有人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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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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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電話還是假電話 真的假電話 喂 那也是假電話來 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可以說下一則新聞 講完這個 沒有聲音 下一則新聞 就是 這個 中國 就是 這個中國 就開始改這個死刑的罪名 咦 就是取消九項死刑 取消九項 九項罪名 那 全國人大 就在 二十七號 中國取消死刑 不是 取消其中九項 九項死刑 因為死刑 其實我想 開始因為現在現代社會和人道上的很多問題 我想死刑 都越來越不會這麼普及的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了刑法修正案草案 就進一步減少適用這個集資詐騙罪 組織賣淫罪 強迫賣淫罪 等九項死刑罪名 草案取消了九個死刑罪名 小鬼 那現在幾個都很搞笑 是 酒屍喝 材料罪 酒屍喝 Cities 氣助 habitual 就是要拿著一口 油般 Lenny kad 也要想掛上 即是要投… 如果我們有偉大的聽眾打來 幹嘛要和我們聊天 K resolved Hello Hello Zhouite Arm pressures 我是否開心 我是好開心 我好開心 為什麼啊? 我不開心啊 我不開心啊?不好意思啊 為什麼啊? 我不喜歡吊樓聲 什麼啊? 什麼啊? 不要啦啦啦啦 先留意你的 你說什麼啊? 請留意你的 我說我喜歡 她不喜歡唱歌 我說我很喜歡唱歌啊 Alex singing 哦你喜歡唱什麼歌啊? 他...他...他歧視我啊 他歧視你什麼? 你喜歡唱韓國歌啊 我不喜歡他啊 是嗎? 但是你想唱韓國歌啊? 我不喜歡聽這個 我不知道在歌車裡說話啊 你是不是又喝醉了酒啊? 他沒有喝醉了 我沒有啊 你肯定? 我肯定 100%以上? 那你是不是叫Mary啊? 是啊 我叫Tom 不是Mary 那你叫什麼啊? 那你吃了大火鍋裡面的蟹柳膠味啊? 你...你...你叫什麼啊? 我不是聽得很清楚你說什麼 蛤?你說什麼?我收不到 是什麼啊? 我問你吃了打火鍋裡面 就是...湯底裡面的蟹膠味啊? 我不是打火鍋的啊 包住一下啊 哦... Curly Chicken啊 我喜歡Curly Chicken 我不打火鍋 什麼叫打火鍋啊?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不如你講一下你今天搞了什麼 我今天在... 我今天在... 不好意思我們不是精神病院二線啊 你是不是打火鍋裡面 3萬里亞房子自殺會 你是不是打3萬里亞房子自殺會 你應該打3萬里亞房子自殺會 你應該打3萬里亞房子自殺會 3萬里亞房子自殺會 不好意思啊 聽錯我們幫不到你 我們不是可以幫到你啊 我們...對啊 我們這裡沒有床位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電話啊 但是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打1083問一下 是 喂?電話公司啊? 是啊 但是天氣好像冷 你之前出門的時候 你記得打1503 可以問一下天氣 是嗎? 是啊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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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很收得到 他電話問題我們不是很收得到 那麼我們繼續我們的 好 我們講一下我們focus 我們現在的news 好 好啦 那OK 那就... 不如講一下這單吧 這單是18歲仔專騙13歲仔 兩次武警搶電話 我覺得這個beauty很有問題 是啊 18歲仔專騙13歲仔 那你怎麼樣 即是你騙了都是13歲 專挑13歲 即是你走到你幾歲 14歲我不騙你 不行不行 13歲不適合 警方今天10月29日 沙田區拘捕一個涉嫌冒充警務人員 盜竊和普通襲擊的18歲男子 涉嫌和旺角區兩宗案件有關 第一宗案件發生於21日下午6時 13歲男子途經旺角櫻桃街公園的時候 一個男子向他聲稱自己是警務人員 並且向他借大約一千元的手提電話 一千元的手提電話 一千元的手提電話 一千港幣的手提電話 就是Nokia 那個男子旗後帶同事主 到達旺角港鐵站 然後離開 第二宗案件發生於10月23日下午6時 一個十三歲女同行經旺角 這個 這個 硬架街 什麼事啊 硬架街 硬啊 硬啊 硬架街 對開的時候 一名自稱警務人員的男子 向他借出三千元的手提電話 那個男子 其後要求事主 帶他去海庭 當他去到太子道西一座大廈的時候 事主要求拿回電話的時候 反租對方襲擊的男子 其後淘海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六隊接手跟進第二宗案件 經調查後 今天4點半採取行動 在沙田區拘捕一個18歲姓陳的男子 涉嫌冒充警務人員盜竊和普通襲擊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有少少知識的人 都知道一個警務人員在執行任何任務的時候 都會展示這個會議 竟然正常 是的 這個還有他都幾厲害 如果你身為一個警務人員 你怎會向一個市民借電話呢 是的 這個說得對 如果以這個事情來說 還有都幾厲害 就是這兩名的男童都真的 都真的十三歲的時候 那種巧合 你覺得很 我懷疑亂 我懷疑亂跟匹多的偷電話 在這個時刻 是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這個香港的其中一宗 都叫幾搞笑 不是叫搞笑 幾慘的新聞 標題 就是這個MK妹去完這個律師樓 遭到一個神秘藍林 這個不明的液體 那在這個旺角 咦 為什麼有DJ向我們笑 有些微笑 有些不羈的笑 夢羅麗莎地微笑 什麼是不明的液體 那些液體是什麼 真的嗎 那你先聽完 我只是想知道那些液體 我只是想知道那些液體 沒有不想聽我的故事 那這個旺角 這個彌敦道 去到這個 非達 商業中心 下午 近五點的時候 一個三十四歲 姓高的MK妹 離開了這個大廈 其中一間的律師樓 那時候 租到陌生的男子 走近 和向他淋這個不明的液體 他左耳就變航 恐怕 就只是這個附術性液體 難道你猜 不知道你是不是 預計是這一種液體 附術性液體 對 附術性液體 我是蘋果汁 對 OK 那這個 那他遭到這個 淋這個附術性液體的時候 他就報警 警員接案 趕到去兇徒已經是 那這個女事主 去郵救護車送本檢查 警方現在調查這件事 就通緝一名 年約三十歲 一點七米高 中等 一七零CM 中等身材 戴著一個黑色鴨嘴帽 和這個穿著的黑色外套 深色長褲的疑犯 就懷疑 和這個本案有關 是的 那就是這個旺角的有趣新聞 這件事真的不有趣 其實那個疑犯描述都是黑色衣服 黑色褲 沒有什麼特別的 即是很general 很general 很MK 很黑狠暴力 我覺得這件新聞是不有趣 標題寫得非常有趣 那就講一下 大部 就寫一個 我說這個 中國豆腐渣工程 公路石紋 就用這個蜜汁畫 即是石紋 你平時那些路裂了 你應該倒一些 倒一些 石屎 倒一些石屎 或者用膠 用膠 用膠 找蜜 我說這個 中國豆腐渣工程 出現一單 山西 有一條造價 110億元的人民派的高速公路 未通車 路基 就已經不斷脫落 即是旁邊那些護波塊 即是旁邊那些石頭 已經不斷脫落 而且是隨便找一個縫隙 輕輕一叫 裡面的石頭 是輕易滾出來的 形成一個大洞 更加嚴重的是 護波塊的石紋 根本是用蜜汁畫上去 不少已經被這個 雨水衝刷得顏色變淡 用手指一啵 就馬上頹石 被發現疑似豆腐渣工程 是叫做 柯林高速公路 名字都覺得特別過人 是柯林高速公路 真是特別的 公路全長125公里 原定18個月建成 但是工程拖了4年 公路不斷沉降 這個塔陷 至今仍然要修修補補 通車無期 當地的居民發現 公路品質出現嚴重問題 有工人聲稱 高速公路工程層層分配問題嚴重 最後承接工作的工人 幾乎無錢可賺 所以經常有偷工減這個情況發生 現在中國的豆腐渣工程 習近平幾乎要走出來了 幾出名 這些豆腐渣工程 七日建完一層樓 特別是一個窗都沒有 然後滑滑滑滑上去 是啊 那就再說多一宗 九一一 是啊 這一宗就在英國發生的 這個女子 租到家暴的時候 就打這個九一一 準備報警 她的代號竟然是叫Pizza 那這個 那這個 行動代號是Pizza 我聽過這個 是啊 Pizza行動 那有一個女子 她在家裡遭受到家暴的時候 她準備報警 為了她不想知道 即是不想讓這個 家裡的男事主知道 男朋友知道 那她就打了9一一 跟她 警察 接線生 叫Pizza 那她跟她點了這個 蘑菇Pizza 不是 一半蘑菇和一半臘腸 Peperoni 我想 你認識臘腸 意大利臘腸 我想台灣 這段新聞是在台灣網上 那她可能翻譯比較搞笑 應該是Peperoni 那就是一半Peperoni 一半臘腸 不是 神經病 一半臘腸 一半Peperoni 一半蘑菇 一半臘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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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華臘腸 阿媽讚賞 阿媽讚賞 阿冠希臘腸 好有香港的風味 好繼續 阿冠希臘腸 阿嬌讚賞 元朗也有一個大工廠 真的嗎? 我們繼續吧 他們就說這裡 他打完這個911的時候 這個女事主就跟他說 要一個大的半pepperoni 半蘑菇的味道 接著這個接線生跟他說 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這裡是打狗來的 911來的 這裡是警察熱線 女事主就說他知道 他知道他是打狗來的 這個接線生都很聰明的 他沒有剪他的線 他再重複說一次 他再說一次 他就開始懷疑 他可能不想讓他附近的人知道他在報警 他就問他 都很聰明 扮回正常接線生會做的事 Pizza接線生會做的事 問他地址 他去到之後 他就派了這個 整堆警察 他問他 他問他家有沒有武器 之類的事 他問了沒有的時候 他就不用出動這個 而且因為他問的時候 女事主只需要答yes no yes no 變成他回答的時候 他說yes的時候 例如說 他上面問多個問題 你帶了多久 那Pizza帶了多久 變成他掩飾 保安警 他最後都問他 要不要保持這個通話 以保這個女事主的安全 後來經查證之後 這個地址已經有多次的家暴紀錄 這個警方去到當地的時候已經破門而入 看到一個受了重傷的女子 還有這個喝醉紛紛的男朋友 去到那個時候 及時 阻止這個嚴重的悲劇發生 接線生這個警員 後來表示這個女子的 這個脫困技巧非常高明 這個是他這個畢生 聽過這麼多個求助的電話 裡面是最難忘的一次 那現在 那剛剛說完Pizza 不如說多一件關於Pizza 標題就是說 送380元的Pizza 拿到的消費竟然是3萬8千元 在美國的一個服務生 通常都會靠這個消費 來增加收入 但是最近在這個印第安那州 這個Pizza的外送員 James 他送兩個總值是12.5美元 就是Around 380元 新台幣的Pizza給顧客 但是就得到1248.68美元的消費 小費的價值 和他送的Pizza相比 足足差了100倍 James就表示 當時他送這個Pizza去某教堂 去到這個地點之後 就被人叫上演講台 這個時候突然有人跟他說 你現在得到1248美元的消費 台下每個人就歡呼起來 因為之後他就說 James就說 當時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去送Pizza給教堂 突然間被人叫上台 就是又突然間被人說 恭喜你 你得到1488元的消費 就是台下有人歡呼 你是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那究竟是什麼回事 根據這個ABC News的報導 為什麽好像很震 我還很震驚 好震驚 ABC News 但真的有ABC News 真的有 美國那邊 是 American Broadcast Channel 是 ABC News 他說這次的事件是 印第安納維斯利大學課程教學的一部份 課程的規劃者基斯 他就表示 K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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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意不就是思議 你用譯中文 哪一部機 哪一部機 看過 人家是秘技師 他想傳遞給學生 做一個能為他人做事的人的理念 是的 OK 即是Logan BBC News 他說這次的事件是 就是印第安納維斯利大學課程教學的一部份 課程的規劃者 基斯 他就表示 K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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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意不就是思議 你用譯中文 哪一部機 哪一部機 看過 人家是秘技師 他想傳遞給學生 做一個能為他人做事的人的理念 是的 OK 也是一種幫助人家的事 這個計劃 Kiff 就說當時他在教學的時候 當他在教學的時候 他就會喜歡運用這個故事來教學 假如學生實際參與了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宣染力會更加強大 所以在披薩送來之前 他就跟學生說 希望在這個送披薩那個人 來以前每一個人都捐出想要給披薩的消費 那什麼啊 假如在外送員內 以前每個人都捐出想要給外送員的消費 就是 大概他來之前 大家想要給它 OK 就先去查一下 它就說 他跟學生說 我希望 這個送披薩那個人來之前 你們每一個學生 都捐一個 amount 給那一個送披薩那個人 價格不拐 如果你覺得我是瘋的 你不捐也可以 但是每個人都要寫一個鼓勵的小字條給外送員 最後詹斯拿到1248.68美元的小費 還有將近100美元價值的禮券 以及數之不盡的鼓勵小字條 詹斯表示他會將這筆意外之財拿去還車債 亦都很感謝自己有機會參加到這個運動 這個活動 都叫一個意外之財 你都幾驚訝會有大學會做這些事情 去到benefit一下 如果你整個課程都會每人chip in 都很小事 正如全世界都捐一元給我就是益環富翁 所以我也想這樣 我經常都覺得 你會覺得很小事 如果每個人都捐一元給我 只需要一元 我已經有一個益環富翁 你問一百條一元 你其實都已經很傻 我認識過有個人 疑小的時候 問每個人只一元 然後33元 中學的時候 我也是有朋友 33元 33元吃一個午餐 23元吃一個午餐 你問33元 我問人拿 33元還有10元 你這個朋友比較厲害 我認識一個朋友 周圍問一些朋友 因為以前很流行吃撈麵 就是盈多的撈麵 你知道盈多也比較貴 我學校就買七個半 還有一條腸 或者兩塊餐肉 我這個朋友 他就 手上拿著幾個碎銀 不停拍人 你有沒有五毫子 我拿五毫子 買到一個撈麵 可以借五毫子嗎 一時有人借一元 一時有人借兩元 五毫子 借一下買到撈麵 我也有朋友吃飯 不給提示 五毫子 我也是 五毫子 五毫子 他真的給五毫子 哇 那些人真的 你給香港什麼 這裡 五毫子 真的給五毫子 只要問你拿一仙那些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我最多就 搶一百個一仙 扔給他 沒有廉恥到一個點 塞滿他的家門口 塞滿他的車子 人家沒有錢 沒錢 人家沒有錢 大哥 沒錢就出來吃飯 對 人家就是 吃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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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錢就更加留在家裡吃 拿回一仙交電費 拿回一仙交電費 吃沙律 餐餐 可能他人不感受伺服器的 但他連稅都不給 那你五九九 你很難計算完稅 會有五九九 因為我們是一張單 整班吃飯 那他不給稅 你也追不到 對不對 你明白嗎 你不是分單 你分單 他不給他就留給他洗碗 問題是你整班 那你不夠 那大家就會 算了我把一元拿出來 那些 好東西 也不給 可能他覺得這個政府做得不好 他對這個政府有訴求 所以不給稅 所以不給稅 對他這個行動 對這個政府有非常之 一個後現代主義 還有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那個大老物貪靈靈發嗎 他說 他說劉家靈 扔這個 扔這個 扔這隻陶瓷馬在地上的時候 是完全表達對這個 後現代主義 還有對這個 家裡有一個訴求 這樣 是啊 那就 好啦 那現在是不是播歌還是怎樣 是 播手觀眾點的歌 對 觀眾就點了陳奕迅的 我又我愛你 那就請收聽 兒子 我 Horizont 阿姨 爹 不 子 你 我 真的 睡著 這 真的 有 쪽에 我 我亦同情你不幸 如何还能安枕 我有我去爱你 为何你要避 其实你算实不非 今天就来告诉你 曾预料天空花圆 给我们再游戏 还预料伸出手帆好 等你来出出气 我有我去爱你 为何你要避 其实你算实不非 怎么没人圈为你 被爱是福气 没估到手信烦到你 莫非你古怪脾气 渴望说对不起 单身女人都妒忌 都妒忌 回绝我一片好心 多谢你狠 明知任你事生居然拒绝行近 没有游轮我放心 浪费刺激见闻 难做爱女 我亦同情你不幸 如何还能安枕 我有我去爱你 为何你要避 其实你算实不非 今天就来告诉你 曾预料天空花圆 给我们再游戏 还预料伸出手帆好 等你来出出气 我又我去爱你 为何你要避 其实你算实不非 怎么没人圈为你 被爱是福气 没估到手信烦到你 莫非你古怪脾气 渴望说对不起 单身女人都妒忌 男人也觉得好奇 难为你错失良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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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去世纪纹电台 刚刚播放我歌是陈奕迅的什么 我有我爱你 我有我爱你 那是啦 那首歌就OK啦 那我们的电话号是5198372378 如果想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聊天可以打这个电话 或者打8888888 8 5198372378 还有我们的check room是 gwellphk.chatango.com 就可以上来跟我们聊天 OK 那我们就讲下这宗新闻 就是讲下这宗新闻 这宗神的新闻来的 就是个标题叫人渣父母忙做爱 那四岁儿儿子住垃圾桶 那这个澳洲这一对父母就沉迷于这个鱼水之宽 又挂着敦伦就不理会这个四岁亲生子的死活 那将他就已经锁在这个布满这个杂物的睡房里面 透过门垃圾给食物 门垃圾给食物 就是门垃圾给食物 不知道可能一整粒整粒米的摄下去 OK 那这个男童一看重已经暴跌到8.3公斤 出现了这个严重脱水症 还有这个幸好这个警方调查 这个家庭糾纷那时候揭发的 那拘捕了这个冷血的父母 就并将这个男童救出的 真是瘋了 是啊 那这个警方呢 上年接捕这个24岁 就是有一个24岁的女子 遭到这个28岁的伴侣虐打 后就上门的调查 而继疑就揭发了这一宗虐疑案 那法庭呢 近日呢 審判这一宗案件 这个女儿犯呢 就在这个庭上带有悔意 表示 就说当时只是想着 和伴侣敦伦 而完全忽略了这个孩子的需要 坦然呢 孩子也需要敦伦 对 孩子也需要敦伦 对 所以不用敦伦也要吃饭 那这个法庭公开了 公开这个狠武御所的照片 就发现这个 这个鱿鱼垃圾缸呢 和这个放满呢 食剩的 即食剩的 食剩的 不是 食剩喝鱼的食品 那而且呢 布满呢 这个肺子 就满地都是 那卫生情况非常之恶劣 那 就 这个法庭呢 就说呢 就说呢 他这个对儿子的行为呢 就令到他呢 这一度 徘徊这个生死的边缘 那就将于 这十二的呢 这一对父母呢 就判刑的 那事后 男童呢 就现在呢 情况已经很转了 已经交了去这个 社福的机构去照顾 那他由于呢 他呢 长期被这个疏忽的照顾 那就因为这样呢 他就很害怕 就是独守空房 那就有 就整天 就整天把这个食物呢 放在腹袋 那很奇怪哦 那就甚至 不能呢 这个自行如此 因为同时呢 出现了这个情绪问题 语言障碍 和这个牙齿 是灰烂的 他现在有的后遗症啊 是啊 这个后遗症就是将 就是将这个食物呢 藏在这个腹袋 那就是很惨啊 就是这个 非常之奇怪的了 那又说完一件非常之 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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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有 不碰的父母也都说不碰的儿子 是啊 那近日呢 就发现了一件新闻 就是 那儿子 15岁的时候呢 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 基本上 他的儿子是杀了他的妈妈 语言障碍 那呢 在美国 是美国 那呢 他的儿子 就15岁的时候呢 就和他的鄰居 发生一些 争执啦 就因爲 他在那个 在那里的 那里的 那里的 就不知怎样 不想走 那样 就发生了争执在那里 接着就被他的鄰居 用一支售油筒 嘔他的臉 这样 哇 接着呢 因爲15岁 你知道美国很容易拿到槍 是 接着就杀了 就淡一声 就杀了他的鄰居 接着他老母呢 就 伯母做什么 是 他妈呢 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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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it in 就是 turn it in turn it in turn it in 10米那份功课 不是 接着就是 握他背着 做二五 揉他 插他 冷静 不好意思 很冷静一点 是 sorry 那他就 總之就 带了他去警署 劈他 接着他就坐了三年牢 他今年出回来的时候 45岁了 就是15岁 坐到45岁 坐了三年牢 就是他在監獄的时间 更多 更多 他在 不在監獄的时间 就是更多 他在自由的時間 然後他媽呢 就接他 就是他出了 獄之後 為什麼他怎麼這樣 追他 接他 接他 接著就 還叫親民戚友 開一個 welcoming party 給他 然後 他就殺了他媽 毒打他媽 然後打到他死為止 然後 是怎樣 很殘暴 你這個 這邊的心 要Glenn 不好意思 這邊的心 麻煩 心拿著拿著 是啊 這個就是 會痛 會痛 非常殘酷 很殘酷 的一個人身分 很狠 但是 我有時 如果我想 我是他的兒子 真是 如果 想像我自己45歲 然後給他媽 但是如果 是他做錯 正義來講 是他做錯 但是你毒打過媽媽的時候 他媽都起碼幾百十歲 是啊 六十四 我下 那我下四 四十五歲 她媽媽六十四歲 不出奇 你說她媽五十四歲 不是 我 expect 我 expect 我 expect 她媽大 我 expect她媽 起碼二十幾 三十歲的時候生她 就是我本身 想就是這樣想 就是你正常都會這樣想 但是 四十五 十九 十九 十九差不多 十九差不多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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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差不多 我也有朋友十九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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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十六 媽媽媽 十七 都生女 兩個女 一女一仔 是啊 是啊 那 如果你們老大 我有時想 如果我是媽媽 如果我的兒子 這樣的話 可能我真的會 我給她一塊水 你走了 你走了 我不想搞掉她 你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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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不知道 當家門不幸 生小個 你快逃走 我真的不能夠 即是接受這些 你這麼喪准天亮的事情 一天我殺了她 一天殺了我兒子 我殺了你都可以 那你都坐三十年 有飯吃 這樣 即是起碼進去 以根清靜 有東西吃 有冷氣壇 有獨立房 這個媽媽是正義的 這個媽媽是正義的 正義媽媽 是啊 她 她 真是 很正義 很正義的 是 很正義的 正義地 令到她兒子正義 令到這件事正義 是啊 她很想令到兒子變正義 然後她 是啊 是啊 那她真的 最後是接她出來 又有 又結了一些親分職友 以為她兒子會變回正義 誰知道她兒子是邪惡的 就不是正義 是啊 就不是正義的 那她正義的媽媽呢 就被一個不是正義的兒子 就剝奪了正義的權利 是啊 無法被正義 一個不正義的兒子 殺了一個非常正義的媽媽 正義的媽媽呢 是啊 那些不正義的手段呢 是啊 是啊 那她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人 殺了下單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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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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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了 我們轉一下南韓 好想參加這個南韓舉辦 第一屆法外大賽 法外都能夠辦比賽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 他們認真的 糟了 我覺得我自己說話有點像 潘 什麼 潘 那個歌叫什麼名字 潘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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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不可以做 不能夠分穿 不可以動 不可以笑 只可以發呆 就連心跳加快 都會被淘汰 第一名 最後竟然是 有一個 連著九色的妹妹 就拿了 獎品 還是一座 尋屍者獎杯 南韓 首爾士 有圖 有圖 我分享 連連繫 你可以看到 把圖的那個人發我 大佬 不好意思 分享一下 你等一下 要的 你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拼錯了 我再拼錯一次 把照片 你看到你可以很搞笑 你看到你真的會 你今天很發我 對 好繼續 她是女人來的 OK 就說這個 南韓首爾士政廳 這個前草地廣場上 就舉辦了第一個法外大會 主辦單位表示 現代人太少時間休息 所以才會舉辦這個法外大會 暫時讓這個大佬喘喘氣 比賽規則很簡單 什麼都不做 並且要維持最穩定的狀態 還有儀器 檢測這個參賽者的心跳指數 比賽之中不能夠睡著 不能夠睡著 不能夠睡著 不能夠動 另外還會有這個干擾者的誘惑 所以要贏得比賽實不容易 就是一個裸女在你面前脫衣服 你都要繼續發揮 你都要繼續發揮 最後留下這個參賽者 再由這個市民投票選出的最終優勝者 是年緊九歲的國小兩年級的女孩奪得 主辦單位也都頒發了 裸單的尋師者造型獎盃給她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個 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 拖著那個死人塞 好像蹲在市場 活動發起人之一 他的名字叫傳機號 標示 希望這場運動可以藉著發呆 讓人們從繁忙競爭激烈的社會 當中釋放所積壓的壓力 那就有圖了 這個九歲的妹妹 戴著一張紅CAD帽 我想知道獎盃是甚麼樣子 真的是這個 是喔 真的是這個 是喔 沒有獎盃 那個樣子 真的很不幸地看不到你的獎盃 他們那些有說 剛剛見到 有個帥哥幫其他人幫 幫其他一個女生按摩 按摩按到心跳加速 然後被人抬走了 這個完全不是 不是在你面前做一些事情 不是啊 這個完全是你 找人幫他按摩 按到心跳加速 這個是靠害的 是呀 已經我勸第三 是呀 講完這宗有趣的新聞 講完最後這宗 痴線新聞 痴線 痴線 那大家在日本地鐵 你會想起甚麼 很乾淨 很淨 女性專用車卡 沒錯啦 為何會有這個女性專用的車卡呢 就是因為 有些甚麼問題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因為你怕適郎 適郎 就是日本這個癡漢的問題 非常之嚴重 那這個電車裡面 隨著 癡漢是真的嗎 有啊 我們圍內也有一個 我們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香港很多痴漢 我們圍內也有一個嗎 不是啊 我們自己圍內也有 他們自己的朋友 我們自己圍內也有一個痴漢 我們圍內也有痴漢 痴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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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日本在這個地鐵附近 即地鐵周圍 都可以看到一個 杜絕痴漢的標語 即不單止可以提醒這個女性 這個注意自身的安全之外 亦都可以提醒 即是告訴別人 這個痴漢的不當行為 但是沒有想到 防止痴漢行為的警察 竟然自己都是個痴漢 哇 即是令到這個日本網友 世界波 哇 即是這個日本網友 痛批這個知法犯法 是不可取的 那經這個日本的產經 產經新聞報道 這個神內村縣的警察 監察官至今 即是在今天宣佈 逮捕了一名 違反麻煩行為 防止條例的涉嫌犯 涉嫌疑犯 於是令人在意的就是 這場的預言其實是一名鐵路的警察隊的警察長 即不單止他是一個防止痴漢的警察 他還是一個警察長 主要的工作就是 防止地鐵上面的痴漢 和減少色情狂痴漢的產生 沒想到他自己 反而是因為走後亂性 對這個女性的屯部施襲 被當成是一個痴漢 即是要按西瓜刀斬去嗎 可能是 即是當自己的手是西瓜刀斬 斬去 劈下去還是怎樣 當西瓜劈下去 這個監察官官室表示 這個28號的晚間長期遇見 就是JR平寵站西邊口的室內 腳踏車停車場 即是單車停車場 對一名19歲的女生屯部施襲 在期間這個女生大發出愛好聲喉 愛好聲喉 之後就突然 不是很開心嗎 那就是在這一個 為什麼叫愛好 不知道 即是很shade 即是尖叫 尖叫 尖叫 愛好 可能台灣的用語跟我們不同 這個台灣新聞 那新聞用普通話可以嗎 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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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居同一時發現 見從我實施處 被影響 被影響民眾攔下 被影響警方 那些下則新聞 對 那新聞就完了 這個癡漢的新聞 我們還有一則新聞 十個全世界患有最罕見疾病的人 有意思 Ryland Charles CMU 但其他人簡直是令人殘忍的嘴酒 好 有一個人 嗨你 阿姨叫你停 哈哈 好啦 OKOKOK 好 我們講回這個 十個全世界患有最罕見疾病的人 第一個人 就是一天有200次高潮的女人 WOW 多漂亮 英國24歲 她叫Sara Carmen 持續患有這個 興奮症後菌症 什麼 興奮症後菌症 這個病 會令到她的血液流向她的伸直起 她認為是弱 就引發了她這個病情 她說在幾個星期之內 她不停地達到越來越多的無盡高潮 一開始她的男朋友還很意外 她怎會在性愛中達到這麼多次高潮呢 之後又開始發生在性愛以外的時候 那是怎樣 即是乘乘乘巴士 即是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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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原本由一日150次高潮變成一日去到200次高潮 那不久的將來她就和這個男友分了手 現在 真的不需要男友 對 現在她有新菜 現在她的新男友也都要非常之努力 要和她的性需求去磨合 她說呢 那即是要和她一日200次 那男的一樣要和她一日200次 那不代表一次高潮就要一次 對 那人家一次就滿足了人家200次 但之前有一宗新聞是說有一對夫婦新婚之後 不是一定要發生性愛才會有高潮 那現在是說她有病的 不是有病人可以說 即是說上次不滿足她 然後最後做得太多男比人乾 女兒年輕了兩歲 即是臉都黏了 是啊 那我看完這個第一個 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還有些事情要說 這個女人就說 有些時候我會盡可能達到越多高潮 讓自己累得我媽媽都不認得 所以在這種情況 有這種情況我才會有機會休息一下 我才可以有一點平靜 這樣 她就說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病症 那就令我想起 之前有沒有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個女性的朋友 就玩V 然後之後 好像 即是玩VFIT 然後跌倒 就不知道撞到 隻水不知哪個位 然後令到電話 會 即是有時候有人打來 這樣 一會這樣會令到她會有高潮 男生 不知道阿末 你沒有聽書 扣你50分 扣你50分 女生來的 女生 即是她是玩V的時候 VFIT跌倒 在加拿大 忘記了哪裏 很久了 起碼三四年遲 我記得 蘋果聽回來 好像是蘋果動 蘋果動聽回來 英文叫做 Lipodystrophy 這個病症 可以令她的身體 不斷地燃燒脂肪 她曾經是一個很肥的 肯假的肥仔 但是她在十二歲的時候 體重就開始下滑 一個晚上就劇烈下降 她原本需要吃更多來變肥 但卻沒有效果 好 立即上班 起這個幾十年後 她這個病徵才被人診斷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胰島素是一般人的六倍 令到她永遠都肥不住 就是這樣了 所以她就 胰島素是會幫助 對 應該要多打胰島素 胰島素 胰島素 因為胰島素好像是分解Lipid 胰島沒有記錯 先戴頭盔 因為她都幾年前讀的 那第三個 可能你幾年之後發現 原來不是分解Lipid 原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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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胰島素是 因為胰島素是 因為胰島素 這個胰島是用來分解Lipid OK 好 第三個就是 不會感覺到荷蘭的男人 我相信在加拿大 每個人都想擁有這個身體 荷蘭人她的名字叫Wim Hof 也都被稱為這個冰人 是可以在冰底下游泳 站在這個裝滿冰塊的垃圾桶的男人 她就穿著這個短袖爬上這個白浪峰 就保持了這個世界紀錄 科學家也都沒有辦法了 解釋為什麼 但是這個48歲的男生 是可以承受一個極寒的環境 這樣的溫度 對普通人來說 已經是致命的溫度 這個就真的非常厲害 它不是感覺不到冷 它是生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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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沒有任何的跡象 會令到它覺得 冷 感覺不到冷在外 它還沒有任何反應 第四個就是 無法睡著的小孩子 已經一年沒有睡覺了 她的名字叫Red Lamb 患了這個罕見疾病 就是她睡著 她幾乎每天24小時都清醒 而她的病情也都已經難倒了她父母和醫生很多年了 她們鄰班地看著這個男孩 想究竟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小孩子是睡不到覺的呢 最後她們發現她的兒子 原來患了這個 奇亞里先天性畸形 英文叫做Chiari Malformation 大腦就被人擠了入個脊椎裡面 嘩 正啊 被人擠到他的脊椎 影響到這個控制睡眠 講話 腦神經 循環系統 甚至是呼吸系統的腦蓋 那其實她都是 即她不是 即她跟頭三個都比較有大分別的 即頭三個都是正常生活到的 但是她是 不是啊 她都正常生活到 但是她講不到話 即對她語言上面是有 哦 這樣也是 第五個我想有些人都可能會聽過 就是講講這個對水有allergy的女孩 為什麼呢 這個19歲的Ashley Morris 沒有辦法去游泳 或者是浸浴啊 洗澡啊 喝水 不知道啊 應該是皮膚的 皮膚而已 因為她對水過敏 即使是出汗都會令她過敏的吧 這位來自這個澳洲的女孩呢 由14歲開始就對任何溫度狀態的水呢 都會過敏的 即是water vapor都會 OK 哇 其實她平時在這個空氣裡面走 那她出汗呢 出汗就不行 過敏 那她的空氣也有water vapor 她患有這個水源性的麻疹 全世界只有幾宗病例而已 那啊 那要怎麼洗澡 好問題 沒說 衝了 以後也不洗 可能要用酒精水 然後抹身的 這麼差 我猜而已 我不知道 OK 第六樣東西 我都希望自己的那個人 無法忘記事情的女人 一般人呢 帶多的記性不好的 經常都被人說是失憶症 但是40歲 已婚的AJ 她是假名而已 AJ 她叫的 那就患有這個超憶症 那這個患者對於過人經歷的事情 或者公共事情 有一個不間斷的不可控制 並且自動 並且自動的記憶 OK 那如果你 如果你問她 就是問她過去25年的記憶 當作隨便選一個日期問她 她可以告訴你 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甚至可以回顧那天是星期幾 天氣如何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女人是有超憶症的 我聽了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男人 她又是記的東西很厲害的 然後她女朋友跟她分手 接著她就說 你信不信就爆了你的魚東西出來 那她就說 在這一天 你跟我發生性後迷的時候 你做了些什麼 OK 就是這樣 真可憐 第七個人就是 只是吃Tic Tac的女生 就是那顆糖 只是吃Tic Tac的女生 很旺的 Oh my goodness OK 這個女生是17歲的 叫Natalie Cooper 患有一種神秘的疾病 令到她吃任何東西都不會舒服 除了Tic Tac糖之外 至於原因的話 醫生都沒有辦法解釋 但是Tic Tac糖就是唯獨 她只可以吃東西 而這個代表 她只可以用一條特別的管 來吃一些特別配製的東西 還有靠Tic Tac糖 就是她吃不到其他東西 她吃不到的東西 除了Tic Tac糖 吃不到就吃不到 吃不到就是她不肯吃 不肯吃 不肯吃 那跟一個小孩說我不吃菜 不是啊 唯一可以吃的 不是啊 吃完會反胃的東西 就是她唯一可以吃的 不是啊 所以其他東西就不吃了 不是 她一吃會有療癒 不是啊 她是不肯吃 她是不肯吃 那跟一個小孩說我不能吃菜 那有什麼意思 不是啊 一個小孩說她不想吃菜 不能吃菜 但其實她可以吃的 當然這個 你也說她可以吃的 你說 但我怕她死了 那就是她 那就是她 不是啊 她是說她不舒服 對她不舒服 那我吃完菜都不舒服 不是那種不舒服 可能是 心理上的不舒服 是啊 那心理上的不舒服 那我吃完嘔 那我吃完嘔 有可能嘔 譬如可能會 反胃 反胃 那可能是 那他只是 那跟有些人不吃榴槤 那我吃完覺得 嘩很想嘔 因為很臭 那有什麼分別呢 那分別就是會這麼極端 但重點是 你現在一個人就是吃了榴槤 榴槤會想做嘔 但她現在是吃所有 Tic Tac以外的東西都不舒服 不是 她極端到 除了Tic Tac之外 其他那些要用一條 特別的館去吃 那些特別的館 你不是說純粹有一個館 我真的很認不住 可能你吞不到 你吞 就是因為你吃完東西 你會自動吞下去 可能她吞不到 那塊肌肉 我想真的很慘 可能是那塊肌肉吞不到 真的很慘慘 第八個就是 沒有辦法停止 蛋藥的任何價 那二十歲叫Crit Sens 幾乎每兩秒就會打戰藥 那有時候呢 睡覺的時候都會的 他試過各種療法 包括這個瑜伽 催眠 但都沒有效 他試過針灸 針灸 OK 我會轉介給他 轉介給他 轉介給他 這條人認為 他就可能受到這個 餵犯 受損 受損導致了這個餵食道逆扭 如果胃酸的狀況很嚴重 醫生就可能會用這個伏腔鏡手術來治療 Cris 是一位熱情 C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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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位熱情奔放創意無限的和聲歌手 而這樣的病情已經阻礙到他的工作了 醫生將會用一支管放進胃 看看胃酸的情況 再看看需不需要用這個伏腔鏡手術 第九 大笑就會暈倒的女生 二十歲 K Underwood 有這個疏倒症 Sorry 是撤倒症 只要有強力的情緒 就會造成肌肉的急速弱化 興奮 憤怒 恐懼 驚訝 驚訝 甚至尷尬 都有可能導致患者忽然分倒 五年以來他曾經有一天暈了超過四十次 哇 他說當症狀發生的時候 人家總會覺得很奇怪 要應付陌生病的反應並不是容易的 他就說好像其他那些撤倒症的患者 K也都一樣去對抗這個視睡症 即是很想睡覺 一個會令他毫無謹慎地睡著的症狀 在英國大概有三萬人患有這個渴睡症 而其中七十個percent的患者 都是伴隨著這個撤倒症 即是有關聯的 即是撤倒症和這個渴睡症 有一個positive correlation OK 最後一個就是對科技過問的女人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TAC在按手機 我們看到我們旁邊的手機 還有我們有一個DJ在按這個電腦 電腦 但是這個39歲的Debbie Bird 患有一種罕見的症狀 她對這個電磁場EMF非常過敏 所以無論是講手機 用電腦微波爐甚至是汽車都會令她過敏 她會有痛苦的皮疹 眼皮更加會腫脹三倍 這麼軟眼 Debbie本人現在都是一個spa 水療中心的經理 她自己就將她的家裏 改成了一個沒有電磁場的地方 來保持健康 她說我沒辦法再使用以前 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了 但她有沒有說 在幾點的range裡面才會過敏 她沒有說 不如她上班乘巴士這樣 不可以乘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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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時刻 不如我們觀眾點了這個歌 李鴻基的 李鴻基的 李鴻基是什麼來的 沒聽過 不記得李鴻基是什麼 韓文來的 我聽過李鴻基 李鴻基還是我鴻 FDR的主唱李鴻基 為了慶祝我們 請一位 李鴻基 Exact的生日 好 我們放手李鴻基的李鴻基 李鴻基 生日快樂 回覆我 同時我懷疑 我懷疑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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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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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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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